好 那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你有多個裝置之後 你有可能會需要連線 會需要連線 那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這個TeamViewer TeamViewer的話呢 其實不只是你自己裝置的連線 你的朋友 親朋好友都可以用 而且他可以開會 他的上限是25個人 所以各位 最近天氣怎麼樣 很冷 今天還好對不對 今天還好 但是晚上就會比較冷啊 那同學又要討論功課 或者你的anada 就告訴你我電腦 我坐到這邊不大會 怎麼辦 很冷又不想出門 五分鐘之後又要到 你可以用這樣遠端連線的 只要你網路有通啦 那所以如果說各位 因為現在不方便從上面抓的話 您到這個地方 您找這個網站 teamviewer.com 你點進去之後 它有幾個版本 你可以選擇就是可惜式版本 已經檢測到危害 哇 好 這邊 teamviewer 抱歉打錯了 你看插一個字 就會進入到釣魚網站有沒有 表示這個也蠻熱門的 還好防毒單體喔 好 teamviewer.com 所以其實有時候真的 這個插一個字 就不是肯德基嘛 就差很多 好 你進到這邊 你進去看到會是中文的 那這個檔案不大 大概是幾MB而已 您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 那也可以選擇在下載這邊 它還有 這個其實也可以變成不用安裝版本 那您在這邊也可以下載 就是它單純有一個可惜式版本 都可以 你看 那這些軟體呢 不管你是蘋果的 Windows的 甚至平板的 APP 還是手機APP都有 所以它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裝置比較多 有時候你不方便 在它面 線上直接 就是直接在現場操作的時候 我可以遠端連線 比如說我有東西要運算啊 那 在宿舍就繼續開著嘛 還是你們宿舍電腦有關過嗎 應該要關的嘛 對不對 除非 有真的有需要查留著嘛 但是就不要整夜都在下載東西這樣子 哈哈 你忘記前段時間 馬總統不是提過嗎 嗯 去非洲的時候啊 有沒有 說台灣大學生 電腦都沒有在關的 哈哈哈哈 都好浪費電耶 其實要看情形 那這裡 有沒有 它也有可惜式版本 Portable就可惜式版本 所以你可以選擇看 那你要下載哪一種 好不好 你把它下載下來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跟大家玩看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軟體你執行了之後呢 它要問你要安裝 還是就是執行一次 所以待會你就可以用執行一次就好了 那 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有連線 會有一組ID 跟一組密碼 密碼 預設應該是四個數字 比較弱 我這邊有改變一下 但是這個ID部分呢 原則上 同一台電腦都會是一樣的 同一台電腦都一樣 除非你重新安裝 不然正常是一樣的 那這個密碼呢 每次都會不一樣 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 你今天只要知道 對方的這個ID跟密碼 我就可以在這邊打進去之後 點到它電腦裡面去 你可以選擇 是 我只要 要不要做遠端的控制 還是做單純檔案傳輸就好 檔案傳輸就好 那 所以呢我現在呢 先找一台字給你看齁 我這樣就連到遠端喔 這個是 我伺服器那邊齁 那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就 直接進來 操作 有沒有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進去遠端 因為 很多時候啊 很多時候我們 常常就是 如果你電腦有問題 你都怎麼樣 call out求救 很多時候經驗不怎麼愉快嗎 講到最後聲音都很大聲嘛 因為你講的跟我看的畫面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樣的話 我就直接看你操作啊 如果真的看不下去 我就手動一動啊 就解決啦 好 那萬一這中間 如果你覺得 欸有需要檔案傳輸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檔案傳輸 直接傳送 好 直接傳送 你看你知道從對方傳過來 還是從你這邊傳過去 那麼他可以單一個檔案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一個資料卡傳過去 只是一般來講 如果你有壓縮一下會 總是比較節省時間嘛 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如果也可以不要用電話 你就告訴他 我跟你用交談的 有沒有 哈哈 好像Amazon一樣 或者這個 視訊啊 都OK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去用 那這裡呢 甚至你可以把他的 就是你在操作過程 把它怎麼樣 錄下來 你可以把畫面 遠端的擷取下來 也可以把它錄製下來 有沒有 因為 我已經教你一次囉 哈哈 再不會 看 答案就在影片中 哈哈 自己看 對不對 這樣也很好啊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方式去做 甚至你看他可以遠端列印 那 所以你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溝通上就比較容易 那這個呢 只要對方知道你的ID跟密碼 不是只有一個人可以連進來 兩個三個都可以 比如說你們今天是一個小組 那我要討論啊 我們就找一個人的電腦 進到那邊 比如組長的 我們一起在那邊討論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對不對 你也不用說 一定要那麼冷的天氣來跑出來 或者有時候比較晚的 女生也比較不方便 對不對 要早點回去啊 那我們就在宿舍啦 在家裡面直接用這種方式連線就好了 就很快 就很快 那 很多時候呢 除了這個 你如果萬一需要用白板怎麼辦 如果你是用開會的方式 你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是開會喔 這邊 每個會議 對不對 如果你需要用開會的 這裡 可以 來這邊喔 我們連過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 可以 變成會議 有一個變成會議的 忘記了 有一個 它就是有一個電子白板 可以用 那這邊呢 最近它還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有些時候我們可能看看你的電腦之後 我要告訴你說 你看我的電腦裡面我用就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或者說你來看看我這邊 我的檔案是長這樣子 那 所以它最近有推出一個功能 叫做什麼 換邊 換邊就是 直接 它就連到我這裡來 它看到我的畫面 我的畫面分享給它 你也不用記我的ID是什麼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吧 所以其實蠻好用的 當然 這種工具 有可能 會成為一個漏洞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 像我現在服務 有一些公家機關 他們就斷掉 以防萬一 因為像那個水利署啊 還有衛生署啊 他們都是把它切斷的 所以那幾個地方我就沒辦法用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看看喔 那麼 這個檔案傳輸呢 因為它本身並不是要做那個木馬程式的 所以在你傳輸檔案過程 對方的電腦 會有跳一個檔案傳輸的對樣方塊 告訴你說 它傳了哪些檔案進來 或傳了哪些檔案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 不會說 它拿了什麼 我什麼資料 我都不知道這樣子 這個是給大家看看 那你可以先看看 你的檔案下載了沒有 那如果有下載完了 你把它執行看看 都會取得一組ID 會取得一組ID 那你可以 跟你隔壁或對面的同學 稍微玩看看 剛剛那個會議的話 這裡補充一下 這裡有沒有開 我們剛剛在這裡對不對 你換到這裡 有沒有開始即時會議 按下去之後 那右手邊呢 就會有白板 還有檔案的那個傳輸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就是對方正在對方的畫面 那檔案方塊有沒有 又一個白板 有看到對不對 你把它變成按 那就可以變白板筆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我們這樣在做簡報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下次跟老師約做簡報 老師 你在家裡就好嗎 我不用去了 就直接做個老師看就好了 就OK了 所以這個是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OK OK